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蒙昭坐伯多禄的继承人 在世界代表耶稣 为宣讲天主的福音 听教宗说话 亲爱的天主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教宗说话节目 虽然耶稣升天到父那里 他仍然在我们旁边 他给天父的礼物是他的伤口 宽恕的价值 天父时常给人的宽恕 这是2014年6月1号耶稣升天节 教宗方几个向信友们说的话 教宗说 耶稣升天节的关键字 是走近而不是离开 耶稣离开人间 与他的父一起 弟子也离开耶路撒冷 走进世界 教宗解释说 耶稣升天不是分离 因为他永远与我们同在 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 耶稣仍然临在和积极在人类历史事物之中 以他的圣神的德能和恩宠 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旁 即使我们不能以眼睛看到他 他在这里 他接近每个受苦的人 最后他把他的母亲留给我们 把希望的母亲留给我们 接着 教宗强调门徒离开 这成为基督对教会的座右铭 教会必须出去到社会的边缘 但耶稣的临在 是通过教会 就是基督所派遣延续他的使命 耶稣向门徒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一个任务 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 这个任务很明确 不可选择的 2017年5月26号 教宗方济各在圣马尔大之家的 清晨弥撒讲道时表示 福音为我们指出 基督徒旅程上的重要地标 第一个地标是记忆 耶稣复活后 立即告诉门徒们说 他要在他们以先 往加利勒亚去 加利勒亚曾经是门徒们 首次与主耶稣相遇的地方 教宗解释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加利勒亚 我们若想成为一个好基督徒 就需要牢记于耶稣的首次相遇 以及随后的多次相遇 记忆的恩宠 使我们在受到考验的时刻 坚定不移 基督徒旅程上的第二个地标是祈祷 教宗表明 耶稣升天后 并没有离开我们 祂的身体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祂常与我们同在 为我们说情 耶稣的身体虽然离开了我们 这表明世界是基督徒宣讲耶稣圣言的地方 所宣讲的是 我们已经得救 以及耶稣的身体虽然离开了我们 基督徒宣讲耶稣的身体虽然离开了我们 教宗称基督徒旅程上的这三个地标 也就是记忆祈祈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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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三方面有所行动 2020年5月21号 耶稣升天节 教宗方基各致函宗座传教上会 重申传教的多项特质 第一项特质是吸引力 旧属的奥基透过吸引力 进入了世界并持续如此 耶稣并非说服我们 而是吸引我们 第二项特质是感恩之心 进入传教的状态 意味着反映出感恩 进而顺从圣神 变得自由 并做出回应 第三项特质是谦逊 真理、信仰、幸福和救 救恩不是我们的所有物 因此唯有态度谦逊 才能传扬基督的福音 第四项特质是化繁为减 而非化繁为繁 教会不是海关 以各种方式参与教会传教使命的人 不该在人们本就辛苦的生活中 添加无用的负担 第五项特质是清静当下的生活 传教者要与他人并肩同行 而非高喊着自己流于行事的口号 第六项特质是天主子民的信仰义事 天主子民向圣神恳求恩典 通过祈祷的简单语词 托付自己的期待 从不自得其满 第七项特质是格外关爱贫困弱小者 教会传教活动和机构的直接相关人员 绝不可为自己对穷人的忽视自圆其说 最常见的借口是自己必须集中精力 在传教的优先使命上 此外教宗也阐述了传教工作中 要避免的多种陷阱 像是自我标榜 趾高气昂 精英优越感 远离子民 不切实际 以及第六种陷阱是效能至上 自我标榜的精英团体 经常全力寄望于模仿世俗效率的模型 例如经济和社会模型 造成整顿问题的假象 却忘记仰赖基督的恩宠 因此教宗对宗座传教善会提出了多项建议 比方说融入子民 时常祈祷 紧急自己是服务地方教会的工具 接触无数的现况 避免自我标榜 最后教宗再次地叮嘱宗座传教善会 不忘穷人 并呈现出子民的千万种面貌 分享对教会的爱 默默地反映出对基督的爱 听教宗说话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